快看啊,贝利亚这个大坏蛋,坐在锅里干嘛,还在那里练功,他这是要干什么坏事吗? 你们不要看我练功奇怪,我其实是在练一个特别的功夫,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 只见贝利亚全身冒烟,他居然变成了赛罗,只是颜色比较奇怪。 哎呀呀,看来我功夫没到家,变身的效果不强,但是也足够了。 只见贝利亚来到了学校门口,他这是要干嘛? 卡米拉老师,我的好儿子小赛罗还没放学呀,我都在这里等了半天了,我还等着回家给我做饭吃呀。 赛罗你这是怎么了,你怎么身体变得这么奇怪,你这是生病了吗? 这不是最近打怪兽太辛苦了吗?我能量消耗太大了,所以失去了部分能量,没事的,我休息几天就好了。 小赛罗,你赶快跟我回家,我肚子都饿了,我在外面打怪兽太辛苦了,赶快回家给我做饭。 于是小赛罗就跟着这个假冒的赛罗,心里也泛起了嘀咕。 今天赛罗爸爸这是怎么了,怎么身体变成这样了,我怎么看都像被老黑,手里还拿着被老黑的武器,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? 小赛罗,你一个人在后面慢吞吞的干什么呀?你没看见我很辛苦吗?你赶快回家做饭呀,我要是饿晕了,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赛罗爸爸,我就是觉得奇怪,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,你这怎么看都像被老黑的皮肤。 什么被老黑,被老黑的,贝利亚叔叔可是个好人,他现在已经嫁入光明了,你再叫贝利亚是被老黑,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,赶快跟我回家吧。 他绝对不是我的赛罗爸爸,看我等一下回家怎么作弄他。 我去,小赛罗,你这什么时候搞来这么大一个西瓜,我先吃几口,你赶快进去做饭。 于是小赛罗很快就端了一种好吃的出来了。 赛罗爸爸,你快吃吧,这可是我给你精心准备的,你一定会喜欢的。 哎呦喂,没想到你小小年纪,手艺还不错吗?这些食物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,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突然,假冒的赛罗就在地上疼得打滚了。 哎呦喂,疼死我了,你这是什么食物呀?我吃了肚子怎么这么疼,我可是你的赛罗爸爸呀。 你到底是谁,居然还敢假冒我的赛罗爸爸,我看你胆子很大嘛,我这就问问屏幕前的小朋友。 小朋友们,他真的是赛罗爸爸吗?如果我真的冤枉他了,我就把解药给他。